字幕提供 香港時間 你看都知道晚上12點半 我今天就很晚 因為我要多休息 但有件事 我開演示之前 我想講清楚 我知道已經幾件加拿大熱狗搞事 連登的抽二龍戶口 我相信是Taki Ma那些人 Sandy Soon 是以前的黃毓民訓練出來的人 我想是一件事 連登這檔案 我勸大家不要再用 當然 如果有人知道 連登的廣告銷售師 那些聯絡方法 你告訴我 我真的會認真 開始對這檔案 所造成的法律問題 會採取應有的行動 我以前太好了 以前我就說出了視訊 但我很少真的會做的 但問題是 現在幾班人玩得這麼過份 其實我忍了十幾個月 我覺得夠了 我就會給你一些真事 其實我已經開始用律師 清理那些誹謗 下一個是Facebook 包括 我再講多一次 陳樹的行為 我會直接向Facebook董事局說的 我會找人跟Facebook董事局說的 你陳樹這個行為 我先小人和君子 你繼續包庇劉政和葉建雄這幾個人的話 你要付出代價 其實有些澳門人 我都開始清理的 法律手段也好 什麼也好 我想大家要對熱狗這個人 你和熱狗辯論是沒有意思的 熱狗不是辯論的 熱狗是 很簡單的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說話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 我現在就可以跟大家說 你講話 我不可以講話 你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 所以我先講明台詩 你們繼續軟作故事 當然黃毓民這個人呢 我也在諮詢著台灣的思議經的 我認真 黃毓民這個人 我最後想 好了 言歸正傳 長征5號B亂射24就不是新聞 但是因為他最近發射一個天宮 那他最後那一節 第一節的推進器那個部分 跌落地球又是失控的 現在是無罪的 因為無罪地跌下來 現在就完全不知道怎樣處理 現在搞到今天 西班牙的領空一度要封鎖 因為廢時跌落你的 直接撞到機上 你想一下那個是甚麼意外 那個是人道大慘 其實那個不可以發生的 只要有任何這些人為的 物件會由同天而降的話 那個領空就要封鎖 更加不要說 需不需要疏散當地民眾 這個你可以看到中國的落後 還是不負責任 首先我怎樣說落後 大家不喜歡Eon Musk 我明白 但是為什麼SpaceX 他的商業營運來講 他是最有效的 因為他那個火箭推進是 第一節推進器的回收技術 因為火箭是很浪費的東西 這個第一節的引擎 其實引擎技術 可以點火十次二十次 甚至更多次數 但是呢 因為沒有適當的回收技術 所以通常射完之後就直接撞到 這個海洋 然後就沒有了 那個是廢物來的 沒有了 但是Eon Musk 他的最大的貢獻SpaceX 就是他將這個部分 在脫落之後 他可以控制到回收 再用 結果就是怎樣 我同樣可能 因為一部分要蓋 新是很貴 但是如果你再用再用的話 當然你是有些維修費用的 一定有的 因為你 每次你可能要清潔 清潔檢查 那個是要錢的 但是錢一定是少過重生起一支很多的 結果Eon Musk的技術 令到他的平均發射成本 以至商業報價 是遠遠便宜過他的競爭對手 而且對地球所造成的問題 少很多 因為 你這些太空的鴨煞 無罪地掉下來 這些火箭燃料 那些全部是有不少是相當毒的 而且對環境有很大的害處 但是Eon Musk這個回收機制 他就可以將整件事變得很環保的去回收 例如他已經真的檢查過了 達到他的使用壽命 那可能那節的推進器那個 可能是換引擎 OK 換引擎就是不換上面那些 或者是整節不要 但是整節不要的話就可以解體 有用的零件可以繼續用 你可以有一個環保方法 很多的方法去解體 對環境影響相差很遠 所以你問Eon Musk代表那個 那是真是先進的 是真先進的 證明他那個 對每一件 他的引擎控制的能力 那個最高 他覺得計劃真的是精英來的 他真的是精英中的精英 那些不是簡單的 這些 是沒得說 所以你說 Eon Musk的生意好像 搞得不踏白 因為 一時 SpaceX 一時 Starlink 一時 Telsa 其實好像沒有 不是的 是一個Ecosystem 所以你說 比Eon Musk 做大 是不是好事 現在 我有疑問 因為 SpaceX 提供 汽車的 傳統 控制 最終是這樣的 我覺得他最終目的是 這件事 不是用5G 不簡單 是一個 當然可以用衛星發射 5G訊號 這個當然做得到 汽車自動導航 以靠 Starlink Satellite 跟著 他 那些 汽車 馬達 引擎的技術 是跟SpaceX 分享的 他的願景是這樣的 這個人 這個人 有他的看法 這個人 不要覺得他 說話 癲癲 這些 這些 何裔背景的人 你看過 他是癲癲 他不癲癲 你看 菲利普斯 他是荷蘭奧 他是一個 typical Dutch Dutch 做生意 有妖道 他有一個 很維修的試圖 但是他的理念 很清晰 Dutch Eon Musk 所以 Eon Musk 整件事是很先進的 所以為什麼 衛星發射市場 基本上 被Eon Musk 玩完 中國 近年少了很多 你見到中國 近年少了很多 商業衛星發射 因為就是reliability的問題 二來是動態清零的問題 第三 就是有一個軍事 擴張的問題 可能是國家安全 拿不到Eisen 但是第四就是 中國的發射費用 根本便宜不到 Space 我也搞不定 我以前 側子是 最便宜 側子M 是最便宜的 原來最便宜 都不是 這個 中國長征 是 側子M 側子M 最便宜 側子M 他都是減不掉 側子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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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做不到 我講了這麼多SpaceX 你就不明白為什麼 長征5號B 是很厲害的 長征5號B 現在是 它有很大的 booster OK 如果有些小的火箭 你這樣射後不利 就不是問題 因為 你的booster離開 你離開之外 你進入大氣層 如果你的質量不是太多 你 在大氣層的 進入的時間夠久 其實 它那個大氣層的高溫 足夠燒毀大部分的殘骸 那些就變成一些 小的碎片 那些碎片 就未必 如果你再加上 你的航道是適當控制的 你是在太平洋那些 南太平洋那些 死亡之海那些 那些位置 因為那裡基本上沒有什麼船 沒有什麼船 也沒有什麼森 那裡是一個很寂靜的 海洋沙漠 如果它跌在那些位置 就問題不大 其實 但是 中國的問題就是 你的長征5號B 你的推進器 引擎的質量這麼大 那裡是40多噸 你落大氣層的時間 又不是特別長 結果就是怎樣 你燃燒 就算你進入大氣層 燃燒之後 你都仍然有40%的質量在那裡 你說幾十噸 幾十噸東西從天然 不斷地跌落街 你還餓 你還敢射下去 在習近平瘋了嗎 這些是恐怖襲擊來的 你現在 你習近平最按鈎的事情 就是你這些技術落後 然後為什麼 你又要扮厲害 繼續射 但是你說的是 四十幾噸的東西 不受控制 這樣飄來飄去 這四十幾噸 就變成 十幾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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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 這麼高的上空 你不要說一噸 你那個十公斤 你不斷跌下來 都一段時間煩 大哥 我不要說 我不要說 這麼多 我那十公斤 十公斤 你講從天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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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頭到穿的 你真是 神經病 他都 你看到整個 你看到 中國這班人 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落後 而不負責任 就是今天中國的問題 OK 如果你好像Eon Musk 那樣 你是有先進的 那個回收技術 我覺得沒問題的 那你射吧 其實那個目標 也應該是發展先進 那個回收技術 因為就算是軍事上 也是的 那個回收技術後面的意思 軍事上 有點面形的 因為你的回收技術 是代表了 那個 對那個 那個 因為火箭和導彈 是類似的 那個技術 這個是代表了 你對那個導彈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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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能力 所以你問 SpaceX那班工程師 值不值錢 很值錢 但是你這個 反映的就是 你中國那個 那個導彈 那個 那個 控制能力 是很差 你還說 請什麼在河專家 Pay-O Expert那些 那些 中國 我問你 你修皮 中國 中國的航天 是很落後的 我跟你說 是很落後 不是一般的 是很落後 如果 你現在 你說要 說到 先進的航天技術 我不講載人太空船 我只是講最基本 其實我覺得 標準其實 Eon Musk定了 就是 你一定要有火箭回收能力 火箭 你有了火箭回收能力 你做出一個叫做可持 你不是載貨 先 你是有回收能力 你可以發射很多任務 提供一個可持續的太空旅合模式 Eon Musk一開始的目標很清楚 你還記得 Eon Musk 他做了一艘星星 是送人去火星的 我都覺得 如果現在還有衛斯的世界 我都懷疑 是不是火星人 OK 火星還是土星 還是什麼都好 OK 你懷疑他不是地頭人 你懷疑他是外星 但是Eon Musk的目標是很清晰的 其實 Eon Musk 經常都覺得他瘋瘋瘋瘋瘋 打大馬那些 但是問題 他這方面 他的目標很清晰 他的操作很清晰 他不笨 他好像做鋪雷牙那樣做 他這件事情 我不 你爭他還爭他 他有很多 他超級清晰的 就是 如果我要有一個 sustainable的太空計劃 我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 一定要有一個 可以再回收的火箭 減 大大減低 營運成本 還有 可以加密發射速度 因為他一直 氣感回收火箭 他可以發射得很密 你看到space ski 又沒有很密 基本上現在 美國 範登堡 Florida 卡塔維拉爾 總之這些空軍基地 他們有一個opportunity window 可以射的 基本上是會射上去 他都是會用我來射 他射得很密 大人 然而space-X 的衛星 X танling的衛星 怎麼會整個天空 指以前的發射速度 根本就沒有辦法做到 用那個發射密度 根本做不到 問題就是You must 做到 但中國不是 中國的那個太空計劃 講得難聽一點 我不可以 我以前 你記得阿濤 我以前公安平太空計劃 是給大陸的報告 上個榜 你記得 雙台光明頂 神州五號之役 我比余真丟廢 但是我這樣看 你現在已經不單止是 沒錢開飯有錢叫雞的問題 這一句話我和陶傑的結論是一樣的 中國搞太空計劃 現在的情況是 沒錢開飯有錢叫雞 第一 如果你的技術不是特別先進 你應該用在第二方面 這是第一 但是第二 如果你真是一個先進的技術 你應該是發研究 如果你譬如商業上有好處 對中國自己有好處 你應該研究是可回收火箭的推進系技術 你不要做 你做來做去都是這些 都應到全世界受困擾 其實我覺得全世界 要定立公約的 就是最終 最終要定立公約就是 如果你這些亂交這樣射 我claim你保險 claim你國家賠償 你不賠我 我扣押你財產 喂 這些商業責任來的 已經去到大佬 你做商業的事情 你沒有理由 我做生意 你做生意 我當你做生意 你做生意也好 你做什麼也好 你射了這麼大的垃圾 你在別人的家門口 我不claim你 喂 其實要claim的 這些要計算的 這些不能不計算的 你不能夠這樣 你問EOMAS 為什麼它要回收那個booster 另一個原因 其實商業上 除了是因為便宜 還有一件事 那個商業責任的精算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 射火箭這些 你買保險的肯定是貴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每次回收那段火箭 你保險公司 給你一個便宜的保費 因為你 我至少知道 你EOMAS 射完之後 你不會有 要我保險公司賠錢 你這樣 在中國這樣射火箭 哪個保險公司 肯跟你賠錢 你沒有保險公司賠錢 你是國家 是不是可以 我問你賠錢 這些如果是在中國這樣 亂交的 留東西下去的話 我覺得是要做一個國際公約的 你 紅天而降 死了人也好 有財物損毀也好 全部都 有環境污染問題也好 全部都要中國賠錢 這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商業問題 商業責任來的 我都好像我開段罵那些熱狗那樣 喂 你做了糕事不用負責的 你可以這樣走去嗎 你瘋了 你這幫人 是不是 喂 這個講道理而已 道理很清楚 所以你說 神州五號 BE 次 我這樣亂射一下 很多中國人 五號一定在這裡搞糕 但是 我說得很簡單 你要是 你做太空計劃 你就正正規規當生意這樣做 如果正正規規生意這樣做的話 麻煩你乖乖地 你發展了你那個 你不要偷人的技術 你自己去研究一個 回收火箭那個 推進器的技術 你搞定那個推進器技術 的回收之後 你才做好發展火箭 你不要跟他亂勾 如果你沒有錢 你都不是打算做商業營運的那個 太空計劃 就是你太空計劃 根本不是為了運錢 你原來燒錢 然後你到全世界這樣的話 那你不要玩了 你不要玩了 你玩了什麼 為你打飛機 還是為你怎樣研究 ICBN發射去美國 去打人 打人 打核彈 雖然說習近平怎樣 在這個蕭凝治面前 吵啊 吵啊 普京叫他不要用核 你知道中國人說話 說了就做了 但是他有沒有真的阻止普京 看來沒有 你應該明白為什麼 我說蕭凝治 其實他訪問沒有什麼成果 我現在明白的 還說什麼 但是那些商界都過去了 我真的覺得 那些人沒有看節目留言 那些我就一腳伸出去 我不會再給你留言 你這麼喜歡看 我覺得有些人的心態就是 我什麼台都要看 我什麼台都要留言 我這裡不玩這個 我這裡不跟你玩這個遊戲 你這麼喜歡什麼台都要看的話 你自己看飽的那些 弱智台你自己看飽的 我自己 我不收的 就是這個 其實 現在都不是流氧世界 近來 所以他說 長征5號 B24 縣射24 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國 不要再用太空計劃來打飛機 或者來困香港人 你的太空計劃很落後 落後到不得了 你落後整個industry 我覺得是一段很長的距離 其實中國經常都拿著自己很緊落後的技術來打飛機 這件事情真的很討厭 這件事情 我想 技術的事情 你不是這樣搞 是不是 技術的事情 其實很多都是 你就是 人家先做的 就是人家先做的 你中國 有多少落後 其實大家有眼見 你這件事情 要是真是 追求卓越 認認真真去做好每一件事 問題是中國又不是 有時候要打飛機 因為抄的就說自己的 其實熱狗都很喜歡這樣說 以前搞網台的時候 最早搞網台哪一幫人 其實我是最早搞網台的人 問題就是 這幫人抄完 我有份參與的事情之後 就說自己開創 我真的覺得這幫人很瘋 這幫人很瘋 一向都是這樣 這幫人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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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有事情 你看到的 他們做來做去的事情 都是沒有辦法 他們不是 技術的 他們是copycat 中國又好 熱狗 他們是copycat 所以他們不會有創生的事情 他們只會 抄完東西之後 就打壓創生的人 所以你問我 我對中國的態度 和熱狗的態度 這幫人全部都是 共產黨搞出來的 這些都是這樣的 下一節 香港時間我應該晚一點 因為我今天就是硬 那我就可能 我都仍然維持四節 當然我 剛才中五 香港時間中五那一節 我就被人壓迫都很厲害 我發現每一次說德國的事情 就會有人壓迫的 我覺得是Google裡面 是故意的 中國 你那幫中國員工是故意的 我覺得 這個很可疑 所以我說 我覺得後面一定是有人搞事 這些東西騙不了人 好了 好了 這節講到這裡 下一節 香港時間 清晨五點多 三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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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